第1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3个 整个脊椎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第5个 尖碧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舍头 地上上碍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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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 三股金刚书衣 压着坐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坐手就是做金刚书衣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压住右臂 从坐臂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坐金刚书衣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我开始念的祖母法 还有延祈祖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 获得这种僵责 中文字幕 声音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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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想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密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那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生起来 然后呢就是 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 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照 就是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他就要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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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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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人受痛苦的安忍 就是坚持 颂文当中这样说的 乐因何其为苦因即凡多 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毕竟转生了路道轮回 快乐的因 也就是说造的善意非常稀少的 在这个世界当中 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 我们每次造善意的时候 就像我们前面第一篇当中所讲的那样 这种善根的力量应该说是非常的薄弱 而如果痛苦的因 也就是说痛苦的因就是不善意 这个不善意在轮回当中是多之有多 非常的多 所以说我们痛苦的因多的原因 痛苦是肯定多的 快乐因少的原因 快乐是非常少的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 也是在《有观佛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轮回入正见 永无少安乐 应该是在《正念经》吧 《正念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弥勒菩萨也是这样讲的 不禁分钟无香味 无道之中无快乐 无安乐 因此我们不管是哪一个圣者们的教言来看 整个六道轮合应该说是非常痛苦的 《三界无安 犹如火灶》 《灭花莲花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因此我们通过各种的 这种教证来可以说明 在整个世间当中 确实是没有安乐 没有安乐的话 众生偏偏要希求安乐 实际上是不一定获得的 因此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经常遇到一些痛苦 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 大家都是应该要知道 清晰地认识到轮回的本体就是如此 这是很重要的 在这里也是认识轮回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懂得 这个轮回的自然规律以后 那么修什么法 应该自己也有一个很好的准备 就是有了面对的这种机遇 就是这个意思 要是因为带来有两张保护 我们开始教训一下 并顶一年 我们开始教训一下新学习的 你也是实际上的感觉 很多小 organizations 什么都给我 对吗 没人啊 嗯 无级一开始 刚刚号台本就没有必要 这是维言者的地方 让他们顶能够给分子 prze门 或者说哪 Nad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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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说 作以处理之因 因为轮回的痛苦实际上也并不是不好 应该是非常好的 如果我们遇到痛苦还是并不是不顺心的 应该是一种顺缘 颂文当中这样说的 他这里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轮回当中遇到一些痛苦大家也不要觉得是非常伤心 一定要排除这种痛苦不能这么想 其实有些痛苦应该是在你修道过程当中非常好的一种顺缘 因为在轮回当中如果没有痛苦的话你的心的相续当中对这个轮回的本质不可能产生强烈的厌离心 如果我们没有厌离心的话那么在三界轮回里面想获得解脱的这种向往没有 如果向往没有不可能希求 没有希求的话最后得不到这种果位 所以说我们在世间当中遇到了一些痛苦 遇到了一些麻烦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认识到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种圣缘还是一种违缘 应该参加观察 我们《毗奈耶经》当中也经常看到一些阿罗汉 有些德国的阿罗汉女这些人 他们也是曾经跟世间人一样生活 生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违缘以后就进行处理 然后从内心当中真正生起了无微的处理心 所以我们整个世间当中如果没有处理心 那么解脱 净离的心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因此在《四百论》当中也是有这样的 如果对善友没有生起厌离心的话 那么不可能先往寂灭 或者也就是说寂灭的果位 不可能得到的 因此我们应该首先要知道 在自己的生活 遇到一些不损 痛苦 困难 病魔等等 遇到这些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认识到 他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谓的痛苦到底是什么样的 以前嘎等派的很多很多 这些高僧大德们 经常把痛苦看作修行的一种顺缘 而且遇到痛苦的时候 就把观想自己的痛苦全部都 也就是说三界轮回当中所有的痛苦 自己身上接受 然后自己带受众生的痛苦 如果这样 所谓的痛苦变成有功德了 有价值了 这是很多嘎等派的高僧大德们 也是这样宣讲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忍 不能自己认为 遇到一点点痛苦的时候 就自己非常伤心了 那么一定要坚持 坚强地去面对 如果坚强地去面对的话 世间上应该说是没有什么 很忍不了的这种痛苦 其实我们众生的这种痛苦 也有几种的 有一种痛苦 前世当中迎来的一种痛苦 有些在即生当中 遇到一些特殊的违缘而出现的 还有有些你修了法以后 才有这种违缘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修这个法 来世你在地狱里面 或者是恶鬼当中遭受痛苦的 可是因为佛法的加持非常大 来世的这种苦不用感受的 只是在即生当中 以象征性地感受一些痛苦就可以了 好 夫人 Bridge 一些逃脚 Essay 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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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以比喻来说明 世间当中有很多没有任何意义 而修苦行的这种现象也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他这里所谓的苦行者 中的来讲很多外道 他们想获得了阿玛德瓦的王妃或者大自在的果位 然后就进行苦行 比如说每一年的九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绝食一天到三天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用隔开自己的肉 还有在自己的身体上用火来进行燃烧 或者用兵器上把自己的身体穿在兵器上等等 有各种各种各样的苦行这也是没有任何事宜的一种苦行 但我们已经发了菩提心的这些人为了度化他一切众生 然后在修学过程当中虽然遇到了一些痛苦 但应该坚持安忍 怎么会生起危惧之心呢 不应该生起危惧之心 在《经观庄严论》当中也是这样想的 比如说作为大菩萨 主要是对众生有利益 那么到无间地狱去也是非常欢喜 那么现在我们发了菩提心的人 为了利益有情的这些事情 怎么会有危惧心呢 怎么会有脆弱的危惧之心呢 不应该有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应该说 学习前两品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发过菩提心 发过菩提心的话 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现在实际上有许许多多的人 他们做很多无聊的事 真的将自己的钱财 经历 青春好多都用在这上面 但是这也是他们的一种爱好 但我们真的对来世 有一些意义的 就为了利益众生 这方面发这种誓言 自己不管是 哪怕是一辈子当中能帮助一个众生 让他的相续当中 种下解脱的善根 我觉得来到这个世间 也并没有白费 因此时时刻刻都是应该 一方面自己从现在开始 为了修学一些大乘的佛法 自他的解脱 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 大家都不要有缺弱之心 clause欣慕我们可以开始 编动中文字的档得 和别 certxy重处 可爱的教育 未必imiz靠的表现 对文字的 säger 今 nostra議案 这么自然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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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颂词就是说 这个修行应该串习的意思 那么这个略说和广说社义分三个方面 出现是讲的略说 他这里说不管是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长久地传习很容易承办的 不能承办的事情绝对是不会有的 如果我们逐渐逐渐地传习 比较小的一些危害 首先比较小的一些危害安然的话 那么以后大的危害真正是搁你的身体等等 这些大的危害也会忍受的意思 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世间当中许许多多的一些事情 应该都是通过传奇而得来的 有了这样的传奇 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都很容易的 因此萨迦班智达也是这样说的 任何一件事情应该是通过传奇而得到的 如果传奇没有一个困难的事情 学功巧名那样 学习佛法也是应该通过传奇而得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些人觉得 佛法可能很深 佛法学习的法相当困难 就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你学习佛法 不管是大乘佛法 小乘佛法 密宗的佛法 这些应该是跟我们世间的功巧名一样的 功巧名的话 任何一个 不管是你学一些季节也好 电脑也好 或者是学一些公司的各种草素 设计等等 这些刚开始都对这个事情是很陌生的 很困难的 但逐渐逐渐应该说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也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知 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 当然我们作为凡夫人 所有的恶法一点也没有的话 恐怕是不可能的 七星冬念也好 你的言行之志 全部每天都像一些大成就者那样 全部处于一种佛法的气氛当中 恐怕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尽量地在自己的行为 善和恶当中 尽量地把恶心去取掉 然后在善心当中传息 善心当中传息的话 应该很多事情都是可以的 大家先有些小的损害慢慢传息的话 逐渐大的损害也能接受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慢慢可以传息 到了一定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在《佛子相会经》里面 有一种灯磁叫做 诸法安乐灯 这种灯磁 在自相续当中产生的所有的念头 全部是快乐的 比如说有些大象 踩着你的身体上 别人把你的肉 一块一块地搁着等等 这样所有的损害 侵扰 全部都完全变成一种 极为快乐的状态 所以我们到到一定的时候 就像伊地菩萨和佛陀之间的 所有的境界 可以现前的 因此这种情细空间 应该怎么开始 放下来说 因为本子没有做到 在那里面的这种情细空间 也应该怎么做了 因为不说明了 在那里面是一种灯磁这个 对那里面的灯磁 是不说明了吗 那里面的灯磁 是不说明了 这种情细空间 在那里面是不说明了 在那里面的灯磁 是不说明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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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说 广说 广说当中 首先说我们这个世间的很多痛苦没有意义的 但是也接受过很多次 这个问题 他正经说我们在漫长的轮回生涯当中 其实也受过许许多多的一些痛苦啊 比如说 在世间当中有时候毒蛇 毒蛇咬着的 有时候蚊子咬着 还有没有吃的饥饿 没有喝的干咳等等 就是在世间当中 又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痛苦 然后身上有时候去结窗等 各种疾病也是出现过 那么这些所有在身上 出现过的这种困难 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应该成了四孔见怪 应该在身上发生过无数的痴 可是这些痛苦 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讲 我们在轮回当中 遭受的这些痛苦 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比如说你在平时生活当中 有时候生过病 有时候被其他一些外面的动物 或者毒蛇咬过 但这些实际上一发心 也没有摄取 这种痛苦的时候 也没有修什么安忍性 这样以后 这些痛苦都好像没有用上 没有时代的意义 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呢 我们世间当中应该说 对佛法和解脱 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可是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应该可以这样想 比如说我们在轮回当中 感受的这些痛苦也实际上可以喘息 可以喘息 比如说蚊子要在身上 实际上我们有些人 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习惯 然后你真的经常 身上要的话 那么也之间之间会习惯的 就是有些人刚到一些村落上 到别的一些地方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身上的全是起红袍 起的红纸 自己都觉得特别害怕 然后在那里真的要住下来 住一段时间以后 就好像没有什么了 刚开始的时候有些生活 确实是有点无法接受的 但这些应该说是 都有一种喘息的过程 应该有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不仅是 生活的这些也有过失 也有一些习惯 甚至我们的食指 就是食有的之中 按照佛经的话 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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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语汉淑风 并佛吹大荡 不亦太小如 若叫凡真苦 我们跟前面连在一起 也可以这样讲 这两个颂词 因为前面我们世间当中 对解脱毫无关联的 生活当中也经常遭受了 无数这样的痛苦 但其实这些痛苦 对我们的来世和 对我们真正的解脱 没有什么意义的 没有什么意义的 而我们现在遇到了大乘佛法 然后为了自他众生的解脱 在修行或者求法的过程当中 造出一些困难痛苦 也应该值得结束 下面用这样的道理来连接也可以 所以在我们寒冷的冬天也好 或者苦热的夏天 以及狂风暴雨 还有重大的疾病产生 别人捆绑你 殴打你等等 这些各种各样的痛苦 当你结束或者遇到的时候 我们不能太娇弱 如果我们的心太娇弱 所有的这些痛苦自然而然 反而增长 所以我想 我们现在的有些修行人 最主要的 有些散乱是最大的一个魔缘 也是一个违缘 还有一种就是脆弱 娇弱 经常有精进的人 每次学习的时候 每次全部是倒的 从来都是不缺的 而比较脆弱的 散乱的 这些人每天都是 自己对自己造一个理由 所以我想我们有些时候 人的这种坚强的意志还是很关键的 应该说是 自己所有的身体也好 你的工作 很多方面 起到一定的作用 如果你太娇弱的话 我们当地也有这种说法 非常娇弱的人 他就遭受无量的这种苦害 每天都是有一些 做不完的这种痛苦 就是因为心较弱者 脆弱者 每天都是很多很多的 哪怕是我们出去 坐车也是很痛苦的 很伤心的 吃也是很困难的 提示也是很困难的 不要说是闻思修行 闻思修行是更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想 我们大家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 真的要一直 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们要坚强 没有坚强的话 在这个社会当中恐怕不一定站得起来 我以为这一件事的土地有没有坚弱的事情 我尽管你也会想到这些鸡肉丁 突然在这些鸡肉丁 收入了这些鸡肉丁 就不想到这些鸡肉丁 也会想到这些鸡肉丁 就不想到这些鸡肉丁 因为很专门的东西 很多区丁 都不想到这些鸡肉丁 但是 这些鸡肉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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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